下面我们对以前所学的知识来进行总结 这个总结呢也是我们所有课程当中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课程 因为它是我们一般从事自动化这个工作的人心中要有素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直线传动的一个常用到的一些机构传动方式 直线传动当中常用的一些标准配件它们配合使用的一个传动方式 这个传动方式呢我们是按成本由低到高的这种顺序来排列的 可能在课本上我们很少强调的成本 但是在现实里面呢我们对这个成本的管控或者你站在一个老板的立场上去考虑 这台机器当然是以最低的价格去实现它的一个功能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就可以 这也是一个现实里的要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直线传动的第一个一个机构是气缸和轴 这里有两个案例都是属于比如说这里是螺丝机 这个呢是属于热压的设备 像这种冲压啊这种机器结构我相信大家如果工作过的人应该看到这种机构应该是啊 基本上只要你从事实通话这个肯定会用到的啊 肯定会见到过啊 它的优点呢啊它的成本是我们里面最低的啊 它的缺点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个气缸 而气缸呢我们知道它有一些啊不好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它能够两它只能两点之间的移动啊 不能过程中停止 如果你要过程中停止你可能还要加额外的气缸来阻止它 或者通过一个电磁法啊 五位三通的这种电磁法来控制 也可以选择啊多轴多浮动的这种类型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气缸一般来说 都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两点间的移动啊 这种方式来实现 另外因为它是气缸 所以它的形成也不会很很远啊 也不会很长 还有因为它是轴啊 这个轴它的一个沉重的一个负载啊 特别是动负载 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滑轨啊 滑块和滑轨的这种沉重负载大 所以大家这两个 它选择的这两个呢 那都有它的优点 啊不缺点啊 那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低啊 成本低 大家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五管缸 其实也是气缸后轴的一个组合体啊 只不过变成标准件的方式 下面一个是气缸后滑轨啊 滑轨它是一个很有优越性的 因为它可以做得很长 另外一个它的负载承受能力比轴要大很多啊 所以这里有两个机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个机构里面用到的第一个机构和用到第二个机构啊 第一个就是气缸和轴啊 还有一个就是气缸和滑轨 比如说这个机构是不能采用轴的 你这个滑轨你如果用轴 它这个冲下来就很容易变形啊 同样这个是绝对不能用轴的啊 它也用滑轨这个是热压机啊 第三个就转换到电机上面了啊 电机和气缸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相对来说它的啊 因为它是转动的 所以它可以任意位置停止啊 任意位置停止 它们两个区别一个电控 一个是这个不用说 然后这个呢 气缸和折和皮带 这种传动方式啊 比如说大家看到右边一个案例和左边一个案例 这里有什么特点呢 在信息里面啊 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要只是做一个传动 而非沉重的或者动附和给这个机构的话 最好就是用这种机构啊 成本是最低的啊 可以让它任意位置停止 但是因为它是轴 所以它这个动附和成的能力不会很大啊 不宜过大 然后呢 它是皮带 所以它的精度也不会是非常的高啊 但是它基本上能达到比如说0.05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0.05毫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第四个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是我们做自动化必须心中有素的这个机构啊 是电机皮带和滑轨 这是用在典型的机械手传动方面啊 比如说这里皮带 这也是皮带传动啊 那它皮带配合的哦 这里都是滑轨啊 这边也有 这这个呢 是XYZ三轴平台啊 皮带传动加滑轨 它的 有以下几个优点啊 因为它三个加起来 每个都有优点啊 那比如说电机任意位置可以停止啊 如果是四伏的话 性能是更好啊 那皮带 它这个呢 可以长距离的啊 滑轨也可以长距离 皮带它的精度还是蛮高的啊 还是蛮高的啊 另外它成本是非常低啊 成本非常低 这个是我们 我 我想再重申一点啊 因为这个呢 这个机构 是我们做自动化的 必须要熟练使用的一个机构啊 熟练使用的机构 下面一个 可能带键的比较少啊 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一行的人 这是电机尺条和滑轨啊 这个尺条呢 它也可以做得很长啊 它的精度比皮带精度要高啊 特别是斜尺的话 它的精度更高啊 但是因为它有尺条 它这个如果长度越长 那加工就越难啊 特别是精度的就达不到保顿 还有 所以呢 现在很多公司 像米兹米 它已经有标准的尺条 然后齿轮啊 你就不要自己去加工啊 去做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雕刻机啊 有些是玻璃切割机这些都用到这种 这种啊 长度方式 它的缺点就是加工难得到 其他的应该说都比我们皮带加这个滑轨 这种方式要好啊 但是因为它难加工 所以很难实现得了啊 很难实现得了 第六个 最后一个啊 是电机加四缸加轴啊 或者电机加四缸加滑轨啊 就轴和滑轨我们刚才说了啊 轴它的沉重能力没有滑轨的沉重能力大啊 复合没有 就是它的负载没有滑轨的这个可橙色的负载大啊 其他的地方 因为它用了四缸 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很高啊 精度是最高 同样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是我们这六个机构里面成本最高的 一般情况下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出的一个一个方式 尽量的少考虑这种机构啊 这里我只是说一下 因为你用这种机构 它的一个成本 有的达到上万了啊 你一预算的时候 基本上是五六千以上啊 没有什么 它的成本是非常高 不要一拿来一个机构 就想到这个 这个是很 这个是很 怎么说呢 是没有 没有一个精炼的人 才会做这样的事啊 尽量的先考虑到 能不能用皮带滑轨去做东西啊 去做去做你的这个机构啊 比如说如果一个一个机构 它的精度要求不高 你首先考虑到 而不是私钢啊 它只要传送过去 只要传送过去 但是它的精度 只要实现这种直线传动 但是它的精度要求不高 尽量的少用这种私钢啊 它一般会用在什么场合 这个私钢会用在 比如说像那个PCB版啊 它的那个啊 比如说PCB版 它可能会用到一个钻孔 或者或者它在贴片啊 反正反正反正一个 是高精度的这种场合的情况下 就用私钢啊 这好像说了一大堆的废话啊 但是我还是需要强调一下 我还是在贴片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